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 中共跟印度結束邊界衝突 雙方撤軍並拆除攻勢 而且撤軍和拆除攻勢的速度遠超外界想像 說是提前了兩個星期 提前了15天 到本週星期天 就是明天2月21日就拆除完畢 而撤軍完畢 美國的空中衛星顯示 中共在班公錯湖這一帶 在班公錯湖南岸撤出了140輛坦克 30門火炮 還有2000名士兵 在班公錯湖北岸撤走了30門火炮 另外還有5000名士兵 另外中共有一些視頻和圖像顯示 說拆除這些攻勢 掩體 銀房等等 是用一個大型掘土機 大型挖土機進行的 都表示拆除了一切的痕跡 說是恢復原狀 雙方不僅在班公錯湖撤軍 撤公司 而且在加勒萬河谷 就是發生嚴重衝突的加勒萬河谷也都是後撤 最後就恢復到去年5月份之前的實際控制線 這個時候中共在國內利用它獨家掌控的黨媒黨報展開大肆的宣傳 而且通過它掌控了海外一些媒體 搞大外宣 這個宣傳的要點 一個就是想說成是中方獲勝 第二個想假借 表彰 烈死為民來宣傳是上網人數 而是一個虛假的上網人數 再一個就是扭曲中印衝突的故事 把英國關係前後順序 歷史敘事都倒過來敘述 中共發布了一個視頻 有8分41秒 中共作為一個舉國體制 這麼一個黨國 它要完全拼測得出來 這個視頻就顯示 中共這邊有40億傷在去年6月15號加勒萬河谷的衝突中 然後它拼測了一些畫面 先是說有一個團長在召集大家集合 然後畫面一轉就表示在去巡邏 再畫面一轉就表示大量的印軍迎著他們衝了過來 再畫面一轉就出現了推散 然後印軍在攻擊共軍 然後畫面一轉就轉成夜間的畫面 然後沒有展現任何東西 就說是印軍被打得抱頭鼠竄 什麼丟下無數的死傷 但是根本沒有那個場面 沒有印軍抱頭鼠竄的場面 就是一個黑夜 就這麼說了一些話 之後就所謂表彰烈士 什麼悼念烈士 再之後就說成是一些官兵 接受采訪 這個采訪都是聽上去 都是編排好的台詞 顯然是中共的官方記者拿著一個攝像頭 背後一通常有兩個人拿著兩張紙 叫他們照讀 照到紙上照讀 這就是采訪 最後8分41秒結束 表示中共又取勝了 又有40億傷僅有 然後印度又怎麼被挫敗了 這是《解放軍報》在刊登 其他黨媒黨報都轉載 而且包括《環球時報》在裏還發表了大量的社評 還有其他一些說法 還包括大外宣的方式 假裝以客觀的口氣在敘述 結果就講成什麽 講成這個故事就成了中印衝突 中方反而取勝了 本來是敗退 第二 本來中方的上萬人數是印度的兩倍 結果說成是只有40億傷 第三 把中共先去擴張 侵略 騷擾 干擾印度 說成是印度先進行 前後打過來 然後又說印度沒有達到目的 恢復了原狀 實際上包括印度 包括全世界各大媒體都知道是中方先動 中方調集了重兵 中方派出修建了大量的公司 中方向印度挺進 企圖要越過時空線 中共這一輪大規模的宣傳 又是圖片 又是視頻 又是社論 又是文章 又是外交部發言人的問答 目的都是要突出中方取勝 向中國國內民眾做宣傳 而他其中一個說法是 為什麽到現在中共才來公佈死傷人數 他假裝找了幾個理由 當時基於不要擴大戰事 不要傷害雙邊的感情 所以中方就沒有公佈自己死傷的人數 第二個說是 現在為了回擊印度媒體的謠言 所以要公佈死亡人數 而全天下都知道 印度是民主大國 中國是專制大國 印度的媒體是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民間辦報 獨立於政府 他可以做自己的採訪和自己的報導 不同的角度 因此印度的媒體最後統一的都出了20人的死亡數字 當然是真實的 而關於中方的死傷數字 印度也大致準確 差不了多少 中共那邊是黨領導一切 媒體 新黨 黨媒 黨報都在黨的控制之下 死傷多少 或者是勝敗如何 由他們自己說 所以在世界輿論看來 沒有人相信中共的媒體 也沒有人懷疑印度的媒體 說得再保守一點 印度的媒體至少可以互相對照 互相對比 可以跟國際媒體對比 還可以開放的 讓大家去核實驗證 但是中共的媒體是封閉的 它不僅不能跟國際媒體去對比 而且也絕不會接受外界的事實核查 或者是糾正 輔正 中共這一波的宣傳 或者是大外宣 除了王稱勝利之外 它的重點落在傷亡數字上 號稱只有40億傷 還假裝表現烈勢 說一個團長受了重傷 被表揚為衛國蘇編的英雄團長 另外一個銀長被打死 授予為衛國蘇編的英雄 另外三個被打死的戰士被計一等功 這是指的去年中印衝突的重頭戲 就是6月15日發生在加勒萬河谷的衝突 當時的情況是印度20人死亡 中共不公佈它的死亡數字 但是有幾個參考數字 一個是印度報紙公佈的是中方死亡人數43人 美國情報機構公佈的是35人 最近俄羅斯塔斯社所公佈的數字是中共45人 死了45人 不管是43 35還是45人 都超過印度的死亡數字 就按最保守來說 美國情報機構所公佈的35人 也都是印度死亡人數的一倍半 中共居然公佈的數字 跟這些數字每一項都不合而相差很遠 而中共還沒有提到去年5月10日那一次 印度14人受傷 中共17人受傷 中共也沒有提到去年的今年初以來 多次有中共的士兵被敷 又被釋放 而中共也沒有提到最後一次衝突 就是上個月1月20日 雙方的衝突是沒有死亡 只有受傷 印度4人受傷 中共是20人受傷 是5比1 而發生在去年6月15日加勒萬河谷的這場衝突 它的事實和真相是 中共首先突襲 而且是齊襲偷襲 當時中共在拐彎處建立了一個哨所 印度就去一交涉 中共在邊防戰時首先動手 是突然從內地調來的那些陌生面孔 對印度的長官動手 動手的時候這個長官帶了少量的人 就還擊 但是中共的預先在高山上準備了一個是大石 再一個是大水 然後從高山上滾大石 然後從高山上沖水 掘水下來 襲擊這一小股的印軍 當時的印軍有的是被衝到了山崖下 當晚氣溫低 有的是被石頭扎死 有的是活活的凍死 當時就死了20人 那是傍晚的時候的事情 但是當天半夜印度發起反攻 中共就把那一夥惹死的內地士兵調走了 仍然有原料的兩個雲地在那裡防守 結果沒有想到印軍大規模的反攻 當夜的反攻 就按照印度那邊的報導和國際媒體的報導 兩個中共的軍官被打死 而且是不第一的軍官 還有大量的士兵被打死 印度是在半夜裏越界反攻 直攻中共的這兩個軍營 所以造成了40名左右的中國官兵的死亡 但是中共這回的敘事把他反了過來 說成是印度先進攻 而中共在反攻 甚至把夜間的情景 沒有任何人亮相的一個夜間的情景 說成是印度被打得丟盔棄甲 抱頭鼠竄等等 習近平當局宣稱只有40億傷 因此給他們追擊為英雄或者一等功 那其他人怎麼辦 其他的死亡者怎麼辦 其他的烈士怎麼辦 少說美國情報機構有35人 多說按照俄羅斯的情報機構和塔斯社的報導有45人 這幾十人怎麼辦 其實中共也好辦 因為他可以一手遮天 錢搞定問題 所謂人民內部矛盾 由人民幣來擺平 那就是說中共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給這些公開表彰的人 比如說一個補貼 比如說撫歇金 100萬 那些沒有得到公開表彰的人 為了封口 為了讓他們不鬧 給他們300萬 如此就可以擺平 拿錢搞定 封住家屬的口 這就是中共的法寶 但是習近平敗了 共軍敗了 在國際輿論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報導 因為一個戰爭的勝敗有幾個基本的鑑定 一個鑑定就是中共作為進攻方 侵略方 挑釁方 擴張方 但是撤回去了 敗退了 那就說你沒有達到目標 你本來想改變時空線 想向印度方面推進 以為印度比中國弱 印軍比共軍弱 結果你挫敗了 戰力目標首先挫敗了 第二個 在從去年5月到今年1月份多次的戰役中 中共都付出了雙倍的代價 特別是加拿大巴河谷的衝突 先是中共進攻 把印度弄死了20人 有的打死 有的掉到懸崖架 半夜有的凍死 但是印度的反攻卻造成了中共雙倍的代價 另外就在上個月1月20日的一次衝突中 雙方沒有死亡時受傷 印度是4個士兵受傷 而中方是20名士兵受傷 是5倍 所以從戰役上來講 中共一次都沒取勝 全敗 再一個 中共這次挑起的中印衝突卻讓印度意外的達到一個效果 那就是印度跟美國簽訂了首個防務協定 也就是去年10月27日的時候 美國跟印度舉行了2加2會談 就是雙方的外長加雙方的國防部長的會談 達成了一個協定 這個協定叫做基本交流和防務協定 就是說美軍跟印度共分享情報信息 包括地形 還有航海 航空這些信息 就對中共那邊的動態了如指掌 另外根據這個協議 美國向印度提供先進的導航設備還有無人機 另外在後勤上給印度也支持 中共原來在冬季占便宜 認為它的裝備好 機件好 還有防冬設備好 但是美國立即向印軍大量的贈送了這些防暖的衣服和一些設備 而印度加緊的構建這些攻勢和銀法 跟共軍最後處於不相上下的冬季對峙狀態 再有一點就是在國際輿論上的失敗 印度作為民主國家 民主大國在國際上得到的是得道多助 都受到了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 沒有一個去批評印度的 但是中共在國際上受到的是批評和譴責 因為他是侵略方和擴張方 中共也是一個專制大國 受到國際社會的警覺和不信任 所以中印衝突又讓中共在國際上可以說形象受損 道義失敗矮了一大劫 但是在習近平和中共一方 因為他們是一黨專政 黨領導一切 黨媒信黨 媒體信黨 所以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電視電台 報紙 包括網站 都在他一黨的掌控之下 所以勝敗由得他說 故事由得他編 敘事由得他自己來進行 因此就編了一些故事來說他取勝 不過這跟中共的一貫敘事相符合 中共建政70多年 凡是有邊境衝突 邊境戰爭 中共都宣傳為他的勝利 這跟北朝鮮一樣 北朝鮮有任何事情都宣傳成他的勝利 北朝鮮甚至說成是朝鮮戰爭 是朝鮮人民軍的勝利 甚至是中國的志願軍都不提 甚至人民軍可以把美國打得落華流水 把韓國軍隊打得落華流水 中共在1962年的中印戰爭宣傳成勝利 1969年的珍寶島戰爭跟蘇聯也宣傳成勝利 但早一點的朝鮮戰爭也宣傳成勝利 在後來1979年的中越戰爭 中共也宣傳成勝利 所以不奇怪 這回2020年到2021年度的中國跟印度之間的衝突 中共也會宣傳成勝利 在所有這些宣傳中 實際上只有1962年的中印戰爭 中共在軍事上可以說得上取勝 但是還不是完整的取勝 因為他在軍事上是以多打掃突然襲擊 當時印度也沒有像樣的軍隊和國防軍 因此中共的軍隊已經是久經國內戰爭的鍛鍊等等 但是即便中共那個時候打了一個勝仗 後來毛澤東不知道出於什麽考慮 因為北邊有蘇聯的警告 南邊有美國 英國的警告 因此毛澤東下令主動後撤 大幅度的後撤 一下子讓出了他佔領了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是現在所爭議的藏南地區 中國叫藏南地區 而印度叫阿魯納切爾邦 就是這9萬平方公里 印度建立了阿魯納切爾邦 就位於印中邊境 當然 說得準確一點 就位於印中跟西藏的邊境 除了1962年的中印戰爭之外 其他中共打的邊境戰爭 或者是邊防戰爭 或者是入侵朝鮮半島的戰爭 實際上都以失敗告終 今天我們沒有時間去闡述 但是從中立客觀的結果來說 中共就是以失敗告終 中共應該承認失敗 共軍應該承認失敗 他們被印軍打敗了 印軍的北部司令也都是對記者發表的談話 表示在戰略上 戰術上 這次印度和印度的軍人都完整的擊潰了中共 而中共從開始直進不退 到後來死守不走 最後全面撤走 這都是權限失敗的表現 其實我說敗了就敗了 共軍應該承認失敗 中共應該承認失敗 這沒有什麽了不起 中國有個古話叫慎敗來兵家常識 不要說中共軍隊 有任何軍隊如果宣稱他是百戰百勝 或者是戰無不勝 那就讓人高度懷疑 恐怕是慎少敗多 其實共軍敗了 退了 撤退了 對共軍本身來說並不是什麽壞事 這些共軍士兵 所謂解放軍士兵都是獨生子女 他們的父母都不願意 也心疼他們 突然就被派到這種冰天雪地 世界無幾高原上 沒事找事惹事生非 天下本物是庸人自擾之 去拿生命踢著頭 去跟印軍玩 跟印度玩 跟一個和平的民主國家去惹事生非 現在共軍敗退了 我想這些士兵恐怕還安了心 放了一下心 他們的家屬 他們的父母也都安了心 實際上原先主導去年衝突的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祺也退休了 踩著士兵的鮮血 踩著士兵的屍骨 趙宗祺上將 高官去過他嬌涉盈逸的退休生活去了 說共軍敗了 其實準確的說是習近平敗了 因為習近平為了給自己的權力加設 給自己的皇冠貼金 他需要這些戰爭 要麽在台海去搞事 要麽在南海搞事 要麽在中印邊界搞事 老婆能搞音異常也好 為他的權力天色加碼 但是拜了 當然習近平拜了也有他的辦法 那就是他所控制的筆桿子 黨媒黨報喉舌 把失敗宣揚成勝利就行了 把壞事說成好事 把悲劇說成喜劇 這個在中共那邊翻手為雨 扶手為雨 沒有做不到的 一個8分41秒的視頻也隨時可以拼湊出來 所以習近平宣傳他的勝利 不過在這個宣傳他可以欺騙黨外的人 體制外的人 他欺騙不了體制內 黨內的人 就算在黨內他可以欺騙基層 中層的人 他欺騙不了高層的人 中共高層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麽 完全知道怎麽回事 完全知道中印邊界 印軍大勝 共軍大敗這個鐵的事實 跟習近平經常相處的並不是什麽基層的黨員官員 更不是什麽民間的老百姓 跟他經常相處在一起的就是中共的高層 什麽政治局 或者是政治局常委會 所以他在那裏 自己他會感到尷尬 因為大家心裏都有數 不說都有數 共軍敗了就是你習近平敗了 習近平本人可以顯得臉皮厚 假裝鎮定 甚至可能加倍的用選擇性反腐去恐嚇政敵 免得他們說出真相 說他是失敗者 但是這些高層人物 反習勢力就是習近平的政敵 心中有數 嘴上不說 知道你習近平就是一個敗者 而不是一個勝者 按英文講就是一個Loser 按照有的諧音翻言就是魯蛇 所以習近平很清楚這一點 高層其他人也都很清楚這一點 而且到目前為止 習近平所謂的勝利 也就是高層權力鬥爭的勝利 習家軍拉幫結派 任人為親 團團夥夥 就是這方面 習近平一直在取勝 暫時取勝 但是除了這方面以外 內政 外交 軍事都是一塌糊塗 一敗塗地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請大家記住點擊訂閱本頻道 如果訂閱之後 還在旁邊按下小鈴鐺 以收到及時的通知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